比凡士林强大千万倍的专柜隐藏版万用霜 哈喽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编辑正方 有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自己是敏感性的肌肤 到底敏感性的肌肤应该怎么样选择保养品 这些保养品又是如何解救受困干燥的肌肤呢 六款专柜级的好用隐藏版万用霜 绝对是你化妆台上面的私人小护士 如果你的肌肤一直持续的有发红刺痛或者是灼热感 而且是一直持续两三天 那应该就是敏感肌肤的现象了 就赶快要去看医生 那很多人呢其实刚洗完脸就觉得 我的肌肤好紧绷好红好刺 那那种感觉可能洗完脸后就消失 或者过了一两个小时消失 那其实还不算是敏感性肌肤 Dior积雪草修护霜 这支白色的Dior积雪草修护霜啊 绝对是一个超级隐藏版 因为你在砖柜上是绝对找不到这一条的 那这一条啊其实只有在Dior的官方网站才有贩售 那这一条鸡雪草的修护霜啊 它其实也是非常的无色无味 挤出来你看一下 挤出来它就是一个白色的乳液状 那真的没有那种添加香料的味道 它里面主要的成分其实就是鸡雪草 那鸡雪草如果大家不陌生的话 我好像也在我的节目里面说过 它就是一个老虎草雷公根 就是对肌肤有很好修复效果的 像就是有老虎它如果受伤 它自己会去深山找一种草药 然后就在草药上面打滚 然后让那个草药可以覆盖它的伤口 它自然而然就会慢慢的舒缓发炎的现象 所以Dior的这个鸡雪草的修护霜 就利用到这个成分 那如果硬要跟凡士林比起来 因为凡士林就是一个很风润的油膏 它顶多就是在肌肤上形成一个风膜 帮你保护皮肤 那这个鸡雪草的修护霜 它也有保护风膜的效果 它里面又再加上乳油木果啊 还有玻尿酸 可以立刻帮你就是比较很干燥的肌肤 得到一个保护跟舒缓 KELS 老虎草修护霜 这一支KELS的修护霜啊 一样是用到的老虎草的成分 只是它里面除了老虎草之外呢 它还加了蜂蜜跟芦荟 所以会给肌肤有个保护的保湿效果 那挤出来 我觉得它的这个挤出来的感觉啦 比刚刚那一支更浓稠 擦起来 因为它的包装其实感觉跟药膏很像 所以我觉得每次擦它这一支 会觉得我好像在擦一个安心药膏的感觉 就是很像药膏的感觉 其实如果真的皮肤就是很 已经发红啊 有点灼热感 你还可以厚敷 那像敏感性的肌肤 为什么敏感 就是因为它的皮肤的外面 最外层的那个保护膜受伤了 那因为它受伤了 所以它的水分啊油脂啊 还有天然的保湿因子 就不健康 不完全就没有办法好好的保护肌肤 敏感性的肌肤啊 除了表皮层的天然防御受损之外呢 其实还有一个是大家比较不知道的 就是敏感性的肌肤也有可能 是因为它肌肤里面的神经功能失调 因为它这个神经功能失调了 所以皮肤就对于外面的一些刺激啊 温度啊压力会有产生异常的反应 只要轻轻的洗个脸 轻轻的擦一个东西 它的那个感觉神经就立刻引起很大的那个警戒 所以呢这个可能就是也要去从医生那边去界定 是不是感觉功能神经失调哦 像这一条啊是他们最新推出来一个万用霜 是最新的 那我觉得这一条真的是我觉得 是今天我搜集这些万用霜里面最像凡士林的 因为我一挤出来你大概就知道了 因为像凡士林就是一个精炼过的一个油膏嘛 你看所以它这样挤出来 是不是真的乍看 就是很像那种带有点黄黄 没有太精炼的凡士林 那它其实里面呢是加了白花籽油跟风蜡 风蜡这个成分啊 其实是也很像凡士林就是可以做肌肤的风膜 因为你看你一涂开来 它其实就是非常非常的像油膏 那可是它没有像凡士林这么难推哦 它是非常非常的柔软 那风蜡这个质地它有一个很好的特性 就是它可以随环境的温度去调整它的质地 所以如果天气越热它就越容易推 然后反之像天气冷一点 它就是稍微再硬一点 可是像今天我录影的时候天气还蛮冷的 它也是蛮容易推的 这一条万用霜啊 我觉得它最棒的地方 就是它的味道非常非常的疗愈 就是里面有加了一些天竹葵啊 甜橙还有些柑橘料 所以你擦它之后你会觉得 有种疗愈的感觉 不会觉得好像擦了凡士林都是那种无色无味 用起来很无聊 那这一瓶因为擦起来蛮滋润的 所以我觉得很适合用来擦一些很干燥的手肘 像有的人冬天那种手肘啊 膝盖都很干 干到脱皮或者是脚后跟 它一擦而且它很容易推 所以你可以一边推一边按摩 它里面的一些白芒花籽油的成分 还可以渗透到那些干燥的皮肤 发挥一些柔软丰润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重点是啊我上次擦完它之后 然后有去洗手嘛 洗完之后呢其实它上面还是有隐形的一个保护膜在上面 润润的不会觉得好像水一冲掉它就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万用霜也是冬天的化妆包里面的最爱 其实现在市面上啊有很多品牌都推出了舒敏系列 就是给敏感性肌肤专用的专门保养品 那其实我想要先跟大家建立一个正确的保养观 就是这些舒敏的保养品啊 是没有办法立刻解救这些就是很严重的敏感现象 如果你的皮肤已经真的很刺痛有伤口 还是得去看医生 那这些舒敏的保养是应该是在你的肌肤比较稳定了 还没有发生不好的状况之前使用 所以这是应该大家要先建立的正确保养观 Cicely重建乳霜 这一瓶Cicely的重建乳霜啊真的是蛮资深 就是专柜很隐藏版的乳霜 很多Cicely的按用者甚至可能还不知道哦 那这个重建乳霜里面啊 它是利用到那种翻红花的成分 跟皮肤科医师最爱的维他命B5 来建立一个皮肤的脂质跟保护膜 那因为我刚刚有说到嘛 就是敏感性的肌肤 它的那个表皮层的保护膜就是受伤了 所以才不健康 那它这里面啊 就是利用了就是翻红花跟B5 来重建皮肤的皮脂膜 所以如果你的皮肤很干燥 到粗糙甚至泛红其实都可以使用 那使用的时候啊 其实呢 在你的那个敏感性的肌肤上面化开来 那这个质地上其实是蛮雾面感的 然后蛮丰润的 然后我觉得它的味道真的很疗愉 它的味道是橙花跟蜂蜜 就是比起一般这种敏弱肌肤专用的乳霜 它的味道是真的蛮舒服的 苏珊赫夫曼舒服冷霜 它是奥地利的一个有机品牌 那就是在SPA里面就是有很多的疗程 那我很喜欢它的那种疗愈的香味 那这瓶舒服冷霜啊 其实我是有一个好朋友妈妈跟我讲的 她就说啊 她的小朋友有异味性皮肤炎 如果突然发作一直在抓的话 她手边没有任何的产品的话 她这个是随身携带 会放在她的包包里面 然后就会帮她的小孩子的那个 就是抓 一直在抓搔痒的那个地方 稍微擦一下这个冷霜 它就立刻可以缓解她不舒服的现象 那这冷霜里面呢 其实加了就是蜂蜡 跟一些有机的植物油 所以它也是可以很快的舒缓 皮肤的不稳定 然后另外啊 它里面还加了一个紫锥花的萃取 紫锥花其实是印第安人 古早的一个传统的疗法 他们会利用紫锥花去治疗一些蚊虫咬伤 被蚊虫叮咬的皮肤 那它安抚镇静的效果也非常好 那它的质地啊 其实我擦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的柔滑 就是呢 擦在肌肤上面 不管你是要大面积的涂抹 或者是当成一个那种隐形的OK泵 做一个就是OK泵的一个敷膜 也是很好的 那我现在想要提醒大家 像这种比较敏感性的肌肤人 使用的这种急救乳霜 或者是其实很多的乳霜 都有一个就是设计 就是不管是像这一瓶啊 它是这种像铝箔纸 锡箔纸的这种纸 或者是我刚刚介绍的啊 像它可能里面有这种 小小的塑胶瓶盖 这些东西你千万都不可以丢掉 因为啊像台湾气候比较潮湿 霜状的质地很容易有的时候会油水分离 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啊 其实可以打开来挖起来之后 立刻把它盖起来 所以透过两层的那种保护膜 可以保护里面的质地 比较不容易变质跟受潮 像这样子的产品 你也可以就是撕开来一小块 然后一点点沾取使用 这样子可以保持这个成分的更新鲜 打放舒缓面霜 打放啊其实它的专长 就是利用芳香疗法来治疗肌肤的疑难杂症 那它们最有名的是一个 其实是这个同系列的一个精华液 就是有疗愈小粉红之称的一个 舒敏精华液 那这一瓶面霜是它同系列的乳霜 那这瓶乳霜啊 它里面啊加了很多植物的成分 像是羊柑橘 牡丹 还有一些山楂植物 最重要的它也有皮肤可以是很喜欢的 维他命B5的这个成分 使用这个乳霜的时候 它的质地我是觉得比较风润一点 所以如果那个真的皮肤很干 希望多一点点 有点油分滋润的人 其实擦完它之后 你的皮肤会从那种很硬邦邦的干肌 变成很柔软的保水肌 所以我觉得这瓶也蛮不错使用的 那我现在啊想要分享一下敏感肌的一些保养小tips 你只要好好的做好这两点 你的敏感肌肤就会得到很好的改善哦 第一个就是洗脸的问题 洗脸的时候啊其实一天洗脸不要超过两次 而且用温冷水洗30秒最多一分钟就好了 其实脸真的不用洗得太干净 那第二点呢在使用保养品的时候 如果你的敏感肌又犯了千万不可以擦化妆水 也最好不要敷脸 以及呢你的保养步骤一定要简化成三个步骤以内 不要太多 最后呢就是你在擦一些乳液乳霜的时候 不要一直来回反复的搓揉跟按摩轻轻的敷上去 然后呢按压这样就好了 这样子你的敏感肌肤 就会得到很好的改善哦 那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生活保养小tips 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哦 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见拜拜